你知道吗?北斗七星有多大,距离地球有多远,太阳系每年移动70亿公里,为什么北极星始终在正北方? 夜空中的星星多不胜数,我们能叫上名字的却不多。 在它们之中,除了北极星之外,北斗星算是知名度最高的星星。 如果有人问起,北斗七星都是些什么恒星?它们有多大,与地球距离有多远?估计就没有几个人能清楚地回答了。 不过,没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补一下有关北斗七星的实施。 北斗七星位于大雄座,在观测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北半球的夜空中找到它们。 这七颗闪亮的恒星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勺子形状,非常容易辨认。 按照从勺子上端的第一颗恒星到勺子的尾部这样的顺序, 它们的名字依次为天书、天旋、天机、天拳、御恒、开阳以及遥光。 天书距离地球大约123光年,是北极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恒星。 其质量约为太阳的4.25倍,光度是316倍。 由于天书现在已经演化到巨星阶段,因此它的表面温度只有4660K, 其体积无法精确测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半径要比太阳大得多。 此外,天书还拥有一颗半星,其质量约为太阳的1.6倍。 两者之间的距离大约为23个天文单位,轨道周期约为44.4年。 天旋与地球的距离,约为79.4光年,它的半径约为太阳的2.84倍,质量约为太阳的2.7倍。 是一颗即将进入巨星阶段的亚巨星,其核心的氢燃料已基本上消耗殆尽, 目前正处于氢壳层核聚变阶段,其表面温度与太阳差不多,光度是太阳的63倍。 天积距离地球大约83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2.94倍,半径约为太阳的3.04倍。 其表面温度9355K,光度是太阳的65倍。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的观测数据显示,天积有一颗半星, 其质量约为太阳的0.79倍。 但在最近的多次观测中,均未观测到这颗半星。 天旋 就是大名鼎鼎的文曲星,它也是北斗七星中最暗,质量最小的恒星。 天旋与地球的距离约为80.5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1.63倍,半径约为太阳的1.4倍, 表面温度8910K,光度只有太阳的14倍。 另外要说的是,天旋也拥有半星,而且还是两颗。 只是,这两颗半星太过暗淡,天文学家目前对它们的了解还不多。 距离地球大约82.6光年,半径约为太阳的4.14倍,质量约为太阳的2.91倍,表面温度9020K,光度是太阳的102倍。 尽管玉横的光度比不上天书,但由于距离地球更近,因此在我们地球人的眼中,玉横是北斗七星中最亮的恒星。 天文学家一直怀疑,玉横也有一颗半星,但目前并没有找到。 开阳与地球距离约为82.9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2.2倍,半径约为太阳的2.4倍,表面温度9000K,光度是太阳的33倍。 如果观测条件良好,我们仅凭肉眼就可以分辨出。 在开阳的附近存在着一颗黯淡的恒星。 实际上,在这片区域里还有四颗恒星,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六核星系统。 遥光 在北斗七星中,除了天书和天玄之外,其他的恒星都是处于主续星阶段,而遥光则是最年轻的,因为它的年龄只有1000万年左右。 除此之外,遥光还有三个北斗星之最,分别为质量最大, 达到太阳质量的6.1倍,表面温度最高,达到15540K,光度最强,太阳光度的594倍。 然而由于遥光的半径只有太阳的3.4倍,再加上它与地球的距离也相对较远,约为104光年。 因此,它在我们的眼中,只能算是北斗七星中第三亮的星星。 顺便讲一下,北斗七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球的运动,它们在夜空中的相对位置也会发生规律的变化, 看上去就好像是北斗七星这个勺子在天空中旋转一样。 有意思的是,当勺子饼分别指向东南西北的时候,地球上对应的季节刚好就是春夏秋冬。 在我们所处的宇宙中,不管是大如星系还是小如电子,都一直处于运动状态之中, 其实是我们认为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的时候。 地球也在载着我们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围绕着太阳公转,而太阳也在运动。 实际上,它正带着整个太阳系围绕着银河系中心公转,并且速度高达每秒约220公里。 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出,太阳系每年移动的距离大约70亿公里。 令人疑惑的是,太阳系一直在运动,但我们所看到的北极星却始终在正北方。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在视野开阔的环境中一边走路,一边观察远方的一处景物,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我们已经走了一段距离, 但在我们的眼中,远方的景物与我们相对应位置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总的来讲,景物距离我们越远,或者是我们移动的距离越短,这种现象就越明显。 现在来看看北极星。 观测数据显示,北极星与我们的距离大约为433光年, 换算下来大约就是4000万亿公里。 可以看到,太阳系每年移动的70亿公里,与这个距离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按照两者之间的比例来讲,这就好像一处景物距离我们5.7公里, 而我们每一年只会移动一厘米。 以这样的速度,就算我们移动一万年,也很难观察到它与我们的相对位置出现了变化。 在浩瀚的宇宙空间中,太阳系运动的速度可以说是比蜗牛还要慢。 只有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地球上看到的北极星的相对位置,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换句话来说就是,北极星并不是始终在正北方,而只是暂时在正北方。 只要时间久了,它迟早会离开正北方。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有一天北极星离开了正北方,切实的地球还将会成为北极星吗? 当然不会了,因为北极星其实指的是最靠近北天极的那一颗恒星。 对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地球自转轴的北端指向的那一颗恒星,就是北极星。 也就是,北极星并不是某一颗恒星的专用名词,而是由不同的恒星轮流担当。 当现在这颗被我们称为北极星的恒星离开了正北方之后, 届时的地球人又会将地球自转轴的北端指向的另一颗恒星称之为北极星。 需要注意的是,地球的自转轴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一直没有变化。 根据天文学家的观测,地球的自转轴会在太阳和月球的引力作用下出现周期性的摆动。 这被称为地球近动,其周期大约为2.57万年。 相对于太阳系每年移动70亿公里的运动状态而言,地球近动会更加迅速地改变北极星这个名称的更替。 那么,下一任的北极星会是哪颗恒星呢? 我们接着看。 现阶段的北极星是勾沉一,又称小熊座阿尔法星。 目前它在天空中的位置正在不断地接近北天极,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达到最近的位置。 在此之后,它就会与北天极渐行渐远。 在大约500年之后,最靠近北天极的将会是一颗名为勾沉四的恒星。 勾沉四又称小熊座克西星。 其世星等为4.28等。 在夜空中的亮度,远不如世星等为1.98等的勾沉一。 它担任北极星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在公元3300年的时候,北极星将由勾沛增八担任。 而到了公元4400年,北极星又将由勾沛增七来担任。 在公元13500年至14100年这段时间里, 我们所熟知的织女星也将会成为北极星。 简而言之,我们地球人将位于正北方的恒星称为北极星。 而一旦这颗恒星离开了正北方, 它也就不再是北极星了。 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北极星始终在正北方, 其实是因为对于我们人类而言, 北极星这个名称的更替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